我這次做的題目是 我想要做新聞趨勢分析 我從去年年底就開始有在收集 各新聞媒體的新聞資料 那時候我是因為想要做一個專案叫做news team 我想要看看各家媒體有沒有偷偷去修改一些新聞 例如說像這邊就可以看到 今天下午1點鐘我抓到一次 下午5點鐘就抓到這則新聞 它內容被修改過 我在收集新聞的過程中 因為收集了蠻多內容的 所以這兩天我想要做的題目就是 我想要去看看 我能不能從裡面抓到一些人物相關的趨勢 我目前把這功能做在一個叫做news trend.g0v.0w裡面 大家可以進來這邊任意收集自己想要去看的趨勢關鍵字 輸入完後例如說我這邊打了一個證文 我這邊有提供AKEA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拿這個數據 回去自己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處理都可以直接來這網子找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 我把這邊12家媒體的 就是每一天的趨勢圖要貼在這裡 那有時候看到標一個特別高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那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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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是newstrain.j0.roni.tw 大家可以來這個地方輸入關鍵字 不過我可只有一隻 所以如果太多人輸的話要排隊一下 我可以看到各家媒體出現聯聖文三個字的電話圖 滑鼠移過來的話可以看得到 我上面有列出來 在那一天該媒體出現聯聖文三個字 總共出現了123次 蘋果出現12次 中時出現13次 那一天蘋果總共抓到八百多篇新聞 因為我這天有遇到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我應該用新聞總數還是依照新聞出現比例 來做排名會比較合理 因為依新聞總數 像星頭合理其實一天大概只有四五十天五新聞 所以如果用總數的話他一定是產輸了 但是用比例的話又會產變其他價 所以我這邊就是畫一個這樣的圖 那麼同樣也可以用一些其他字像是太陽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趨勢變化 突然某一天開始太陽花飆增 然後後面可能有一些事件造成說 那天燃料突然特別多 但是又有時候會這樣下來 然後我也是希望說 如果這個數據能夠幫助大家分析一下 那各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偏好哪個人物或偏好什麼 比如說聯盛恩克文哲到底誰的曝光率高 到底克文哲是不是媒體寵人之類的這些諮詢 希望說能夠透過這個數據 可以幫助大家更新 那歡迎大家來玩一下這些資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